92 申報 運輸工搶警棍後判 2015年7月4日港民A06申報信28歲運輸工人涉於去年佔旺期間 在旺角尼敦道搶走一名女警的警棍 被控一項阻妻辦公罪名 運輸工作在官堂裁判法院民息自己被裁定罪成 當庭表示:「我都遇事特艾案件押後 就知本月22日殺取社會服務令及感化報告後裁判刑 暫委裁判官吊位而解釋定罪理由 只根據程唐證供 相信兩名警方證人軍事誠實可靠 相反被告鄧德傳庭上的口供卻顯得不合情理 案發判判於2014年10月17日晚上 呂警員為證被派往尼敦道南行員 起封鎖線,目擊有同袍如雜馬上支援 被告鄧德傳特用力搶走他的警棍然後轉身逃跑 走了約六米距離即自己跌低 當場被制服 被告便稱是女警先用警棍向他撲頭 再誣滅他搶警棍 並非可恤雜馬上支撲風伴 不見不給予 即可恤雜馬上支撲風伴 不見不見不見不說 被告那臉部 婷達派往尼敬